一辆有聊有聊 一個是準備去衝 有機會 如果打得好就可能是一個上位 因為他也是預備上位的隊員 他在09年世兵賽得到亞軍 藍單輸給他 他的運傷 因為很多時他的主力都去到團體的五個人 他已經有很多前途 差不多時要霧出來了 看不到也聽到你 在这里说的状态好 转了转位,看有什么变化 很松 手场除了打bibble 做其他任何体育也有好处 岸川暂时开局也不错 再加上左手 左手的直板 一样,左手打直板 错位 错位就不要走 4比3 未经历过中国的相词分数 看看许欣可不可以在相词里面 对 力量是不同的 对 球的转移不回头 很麻烦 06年教练看上他 07年17岁 他已经在小冰彩 领先2分 许欣的打法和马林有点相似的地方 我觉得 很厉害 很厉害 就这场单打 对 整个运务在这里 对 刮 做球员一定是 做球员一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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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他不管你是 什么运动 到现在真的没有赢过中国 不过那时候 差点和日本 和齋藤 斗志好 打他 不一样 是 儿子好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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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被教練在那裡掩飾 不要叫 做了幾年了 很有味道 轉一下桌子 好 現在起碼許欣也要再打多一次 他都差不多 他來得很大 11比1 然後11比8 11比4